那時候我覺得她是因為體貼又紳士的男性 所以她們翻身後越來越喜歡她 兩個月後我們就順利成長的在一起了 小心啊 外面車很多耶 你走裡面好了 謝謝你 你也要小心 好像有點色耶 對啊 還是我們去買飲料 好啊 給你 謝謝 啊 現在多少錢 不用啦 你願意跟我出來我就很高興啊 怎麼了 沒有啦 我怕你穿裙子不方便 不用了啦 我怕弄髒 哎呀 沒關係啦 你這樣比較自在啊 謝謝 那個 我家到了 欸 那個 上次在IG軟體裡面看到你多追蹤一個男生 你是怎麼認識的啊 喔 沒有啦 那是上次工作遇到的客戶而已 我是覺得啦 在動作軟體上面交友就是 沒有必要交換聯絡方式 唉唷 你吃醋喔 沒有啦 我是覺得現在人心難測啊 你在外面要注意安全啊 好啦 我知道了 那我先回家囉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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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結婚後 結婚後有些事好像漸漸變得不一樣了 老公我去上班了喔 等一下 你要穿這樣出門 怎麼了嗎 外面太陽很大很曬耶 你去換長袖長褲吧 可是很熱耶 快點啊 我叫你去換就換啊 爸 你是不是又在跟外面野男人聊天啊 沒有 爸在問我們這禮拜有沒有要回家吃飯 我這禮拜沒空 你也不准回去 誰知道你回家之後又要亂跑去哪裡啊 你可以相信我一點嗎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值得人家信任嗎 算了 不用理你 我真的沒有心情 我管你什麼心情 我媽說明天就要抱到小孩 我真的真的很累耶 至少你先去洗澡吧 你懂什麼啊 這還叫男人味 哼 上次還好我相信你 現在就被我抓到了吧 我才沒有 那只是上班同事 我不管 我就要把他全部刪掉 喂 你幹嘛啦 你把我抓到手機裡面的客戶同事 你這樣為什麼工作 你上完我們破班賺沒多少錢 再說了 誰知道你去上班還去陪酒的啊 你太過分了吧 你太過分了吧 這女人要打我 我打得很痛 我已經幫你辭職了 我明天要回娘家喔 我明天像是有休假嗎 我可以自己回去啊 不準 你要是敢自己一個人出門 你就不用回來 你有毛病啊 我現在沒工作 回娘家說我唯一可以出門的時候 你要這樣 等你哪天生出兒子 你就可以回去了 我需要買菜錢 我上次不是財官給過你 那已經是一個禮拜前了 拜託一點 大小姐 我已經吃好喝好供著你了 你可不可以省一點啊 唉 還有啦 你說也不用去買菜了啦 叫外送就好啦 誰知道你有沒有給我偷拿錢 不要 我現在在煮飯 沒關係 我不餓啊 可是我餓啊 唉呀 很快啦 你等一下再吃就好了啦 我不要 怎麼辦 怎麼辦 我想要找誰幫忙 怎麼沒有人會相信我 你怎麼可以吃呢 我可以吃的 我應該要吃飯 你不看我 你腳バフ 我想吃 我心想吃 你怎麼吃 你怎麼吃